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 撒末尔记上七章12到17节 昨天提到 耶和华大发雷声 净乱非利斯人 那么这场战争的胜利 完全是属于耶和华 之后呢 以色列人才从米斯巴出来 追赶非利斯人 那时候非利斯人因为雷声 就净乱他们 他们就逃跑 以色列人追赶他们 击杀他们 直到伯甲的下边 那么撒末尔将一块石头 立在米斯巴和扇的中间 这个扇在哪里 地点其实学者 也不是那么确定 不过重点不是这个扇 而是他们立了一块石头 给石头起名叫乙变乙蟹 乙变是石头的意思 乙蟹是帮助的意思 这颗石头 是要来做一个见证 见证上帝的帮助了 那为什么要立一颗石头 叫以变一线呢 说到如今 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到如今 也可以翻译做到此地 就是一路追赶 一路击杀 一直到这里 一直到这地 一直到这里 上帝都帮助我们 不过和和本 选择翻译成为 到如今 讲的是时间 其实这个字可以包含 到如今 到此地 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它的意义跟内涵 就更丰富更多了 我们知道 约贵被掳 对以色列人来讲 就是 耶和华的荣耀 离开以色列了 对以色列人来讲 我们前面说的是一个 信仰的一个破产 崩溃 跟我们立约的上帝 然后 这个约贵被掳了 那我们到底是谁 身份的认同 我们本来是神的子民 我们是跟上帝立约的百姓 那现在上帝被掳了 那我们是谁 我们算什么 我们本来是十二支派同盟 是以会目为中心 以这个约为中心 我们之所以同盟 是我们都跟上帝立约 可现在约贵不在 那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为谁而战 我们到底 现在的身份使命是什么 都没有了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会觉得 上帝已经不再帮助他们了 离开他们了 所以当他们这一次的得胜之后 他们回想这整个事件 从约贵被掳 一直到如今大大的得胜 原来上帝都在帮助我们 而整个事件最大的问题 不是约贵要不要搬到战场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 一直被约 是我们一直离弃上帝 上帝的手 上帝的帮助从来不曾离开 使我们把上帝推走 使我们把上帝赶走 所以这个已变一些 就是到如今 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他的意涵表现得 远比文字所说的 所呈现的还要多 13节 从此菲利斯人就被制服 应当说在撒末尔的时代 撒末尔在 菲利斯人就被制服 这个很像《诗诗记》的记载方式 有没有 以色列人犯罪 那么上帝就兴起敌人 以色列人呼求 那么上帝就兴起逝世 来拯救他们 从此菲利斯人就被制服 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 撒末尔做逝世的时候 所以这里很清楚讲 撒末尔是逝世 所以撒末尔同时是祭世 同时是先知 也是逝世 他是一个过渡时期 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耶和华的手攻击菲利斯人 菲利斯人所取以色列人的诚意 从以格伦直到加特 都归以色列人 这两个城本来被菲利斯人拿走 他们有五座主要的城 现在又驳回来了 数这些城的侍境 以色列人也从菲利斯人手下收回 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 亚摩利人是指加南的原住民 就是加南人 也就是说当撒末尔做逝世的时候 不单单菲利斯人被击败了 退回更西边靠海的地方 这些山上的亚摩利人 也跟以色列人一个和平相处 没有再来侵扰以色列人 也就是说 撒末尔做逝世的时候 是非常的成功了 上帝保守保护了以色列人 撒末尔平身做以色列的逝世 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 吉甲米斯巴 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 审判就是执行逝世的工作跟任务 逝世的工作 除了在战争的时候 他成为领袖 带领以色列人起来打仗 他平时的工作就是做类似法官 做审判判断 还有教导上帝律法的工作跟角色 随后回到拉玛 因为他的家乡在那里 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 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这里要表达什么呢 这表达是 当以色列人悔改的时候 就是我们昨天说的 当以色列百姓一心归顺耶和华 专心归向耶和华 单单的侍奉他的时候 上帝就大大的保守祝福 而上帝拣选兴起世事 来带领以色列人 是可行的 他们大大的得胜 而且他们也更多的来认识 上帝的话语 因为撒末尔到处去传讲神的话 这里审判以色列人 包含了教导神的律法 按照神的律法来做判断 做审判 做判断 且为耶和华作类作谈 在这里要做一个伏笔 就是因为第八章开始 以色列人要求立王 那么上帝回答说 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 乃是厌弃我 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上帝说 他们要求立王 不是厌弃你撒末尔 是他们厌弃我 第七章在表达的是说 上帝设立的这个试施的制度 试施的功能跟角色 仍然可行的 是可以保护保守以色列人的 那么在这一段 虽然只有几节 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部分 可以来思考 十七节那里说到 随后回到拉玛 因为他的家乡在那里 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 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撒末尔跟以利加的不同在哪里呢 以利加特别他两个儿子 他们做祭祀 所以变成没有一个实质的 对上帝的敬畏 只有一些宗教的仪式 那些形式 甚至这两个儿子 他们根本不认识上帝 但撒末尔不一样 撒末尔他一方面教导神的道 一方面筑了一座坛 这座坛就是让以色列百姓 可以跟上帝建立关系 他告诉以色列百姓神的心意 并且要以色列百姓 跟上帝建立关系 这就像我们今天的灵修 对不对 我们今天的灵修不就是 好好的来查考神的道 透过默想 透过祷告 好向主坛 跟上帝建立关系 好好的明白神的心意 好好的与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 敬畏的关系 他可以帮助我们的生命 走在一个对的道路上 我们昨天说 以色列人的失败在于什么呢 在于他们不愿意 照神的心意去行 在困难的时候 却要神来帮助他们 我也提到 我们的生命里面 很多时候 我们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行 我们却要上帝立刻 来改变我们的难处 来拿去我们的难处 其实很多这些难处的背后 都是因着我们不顺服 不愿意遵照上帝的话语 我们却在那里抱怨 上帝你怎么消失不见了 你怎么没有帮助我 那桑默的成功就在于 他紧紧地抓住神 他知道 我们需要明白神的话 他知道我们需要与神建立关系 只要我们这样做 我们的生命就立于不败之地 各位弟兄姐妹 我常常说灵修 读神的道 亲近神是要命的事 我们从来不知道 我们会在哪一天 突然就遇到试探 突然就遇到考验 每一天紧紧地依靠神 抓住神 是帮助我们的生命 一直在往前走 帮助我们的生命 一直在经历上帝的丰盛 感谢主 有那么多人坚持 特别在过年期间 在休假期间 仍然稳定的灵修 来观看活泼的生命 观看我们制作的影片 求主帮助我们 在一天又一天 一次又一次 查考神的话语当中 我们更多的被神兼顾建造 我们也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 与神建立关系 使我们的生命可以结实累累 为主大大的得胜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的失败 因着他们错误的 以为把玉柜运到战场 就可以得胜 他们不愿意悔改 回到你的话语 却要你回转来帮助他们 主我们的生命 好多时候也都犯同样的错 我们不愿意调整 我们的生命 我们不愿意 重新回到你的话语当中 却要你来帮助我们 求你怜悯 透过这两天的经文 你来光扎我们的心 好叫我们快快的回转 归向你 好叫我们可以更稳定的 灵修查考你的话语 明白你的心意 并且默想更多的祷告 与你建立真实的关系 每天与你同行 叫我们的生命 立于不败之地 当试炼 当考验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站你的稳 也借着每天的灵修 亲近你 我们生命可以解满 这个圣灵的果实 可以使你得荣耀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封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